為什麼二樓有一些就是 喝完的酒瓶 為什麼 欸 那老闆怎麼說 老闆其實對我的方式是很簡單 就是我寫出來的歌 他不喜歡他就不用 剛剛不是跟你說燒酒嗎 為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 首先呢我們歡迎這個Dino李玉璽跟Bee來到我們Top一杯 來 先喝一下 話不多說 OK 謝謝微博哥 怎麼樣 感覺很清爽 對 舒服 而且Bee好像你現在喝酒還是會有一點那個 韓國人那種需要Bee一下的那個 會奇怪 對對對 就是還是有那個遇到年紀大的優點 不是 不算 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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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今天很開心其實兩位來到現場 尤其是外面Ponto的大雨 我們可以喝一喝 然後聊一聊就是 你們最近其實出了新的EP 是的 對 微博哥這是你的EP 謝謝 謝謝Dino的EP I'm Coming Home 這是我的EP Drum 還有Drum I'm Coming Home and Drum Dino你先聊一下I'm Coming Home 就是你這一次其實跟過去創作的主體 你好像也不一樣也跟更多人合作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次的這個創作體驗吧 這一次的兩首歌的製作人都是張傑 男球媽媽的張傑哥這樣子 對所以也是跟他第一次有這樣的合作這樣 我覺得蠻新鮮的然後也蠻有趣的這樣 然後I'm Coming Home這首歌是 我寫的然後是大概在去年的年初的時候的創作 那在那個時候是比較進入 不管是生活或是工作上都有點低潮的狀態 就是寫歌寫不出來 然後寫出來也不滿意 然後持續了很久 然後一直到寫出了這首歌之後才重新又有了勇氣這樣 在這一段期間你有給他什麼建議啊 因為說不定你真的比他早就遇到壯長期 其實我覺得他也是默默地會觀察很多環境跟人 跟一些自己的不足的地方 所以其實我跟老闆常常都不用講太多 他都會已經知道要下一步要做什麼 哥哥在剛出道前期就很常給我和陳彥宇知道這樣 因為我們一開始出道是我們四個人一起 他和施然帶著我們兩個 對小菜鳥這樣子上台這樣 然後下台之後他很常都會告訴我們說 其實怎麼做可以更好 然後在台上訪問的時候他們也都會丟球給我們 並你這一次的這個狀 我看了之後就是你跟金馬最佳新人范少萱一起合作 然後少萱在裡面其實有非常精彩的表現 該哭就哭 可是是一個歷程 那這個MV的故事跟你有怎麼樣的人生連結 撞這首歌可以代表想說 十周年對我來說也是一種里程碑 然後想要撞去跟大家一起創造更好的未來 撞這首歌也是想要送給大家就是 我剛來台灣一句中文都不會 然後身邊沒有家人陪伴 那覺得很多時候追求自己的夢想 這段路會挫折跟會責怪自己 為什麼人家都會的你不會啊幹嘛的 很容易會寂寞低落這樣 但是想要跟大家說那段時間撐過來 就是時間會給你一個好的成果這樣 現在已經十年了 我覺得要禁必一杯 這個成績真的非常好 人氣跟銷售兼具 而且這首歌是另外一種我覺得是十年的總結 是 對 能夠來到這個節目最開心的就是 講到口渴就直接了 大家不要客氣喔 好 那其實再來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你們這個世代的藝人 有很多更多元的挑戰 是看似沉默寡言的Dino 你現在要做自己的Dcast 哈囉大家好 我是Dino的玉璽 歡迎收聽這一集的Dcast 我先不問你 我先問哥哥 給他點評一下 你看完他這幾集的這個Dcast之後 有什麼感覺 跟你平常認識的他有什麼意料 所以我覺得首先是有嚇到他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跟以前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對我以為他比較喜歡 拍一些比較有趣的影片啊什麼的 但他真的是有 這次有決心說要他靜下來 很震驚的 要跟大家聊 我覺得就是他想分享的東西 我有一次真的去公司有嚇到說 為什麼二樓有一些就是喝完的酒瓶 為什麼 陳彥韻來過公司 他說不是不是不是 沒有人來還要被中獻 還是老闆 不是不是不是 是Dino 我說嚇到 為什麼 他為什麼來公司喝喝喝喝 然後他說因為他要就是更靜下來 然後很認真的要跟大家經營這個節目 他的節目所以他就先藉由一點點酒精 來面對他的節目這樣 所以你每錄一集第一開始 你需要先喝多少酒 多少酒已經進入那個狀態 其實是前期啦 大概前十幾左右都會配酒 然後 一手 沒有沒有那麼多 但也不是也不是喝太濃度太低的 就是喝到稍微有感覺 因為我其實很不擅長自己一個人對著麥克風講話 那當初到底是誰挖這個坑給你跳 就是經紀人 就那邊 那邊跳人對不對 有人點頭如搗算還算有所承擔啦 對 因為他們知道這是我一直以來的問題 然後我在表達方面其實沒有那麼的 沒辦法那麼的明確 所以去訓練這個 那我一方面也覺得蠻好的是 我也不希望大家一直在把我當成小男孩 你有沒有想過你最常面對 就是不管是麥克風或鏡頭一個人 可以時間多少是你的極限 目前就是還在努力中啦 但是我覺得有越來越進步 因為從一開始可能我們需要討論的非常詳細 說要講些什麼 然後再讓我一次講 那到現在已經可以變成比較重點式的 或者是甚至前面 因為最近有一集是完全沒有雷高就直接講 盡情歌頌 就是B的這個新的Youtube 然後我覺得首先呢 就是他就是完全展現了他的歌唱實力 Turl around 擁抱不全我用 生命會生長 謝謝那時的我 不去把手上 有一台鋼琴 然後你就直接唱了 而且那個麥克風也滿願的 直接展現出來是唱得很厲害 沒有 謝謝你 所以你也是被那一群人逼要開頻道的嗎 其實是討論出來的 不是他們想要做的 而且我也不是他們想要做我就做的 逼不了嘛對不對 對對對 你看那邊又是點頭如搗算 對對對 因為之前就自己很想要開直播 只是每次都是 比如說我自己開直播的時候 一定是就是喝醉酒的啊 喝醉酒的時候就自己開起來 就亂聊 因為 你下次可以提前預告 然後喝醉酒直播 我們大家一起去看嗎 是 沒有沒有 現在沒有這個習慣 其實 盡情歌頌也算是 大家有看過的一面 就是我唱歌的一面 只是說更Live 更簡單一點 每一集都是我都會蒐集大家 想聽我唱哪一首歌 對 然後也會寫原因 對 但那裡面也有很多 有 大家有跟我分享 就是難過的事 開心的事 然後 也有喜歡我的原因 喜歡聽我的歌的原因 等等 就是我都會有 有感動的點 然後也 也想要 就是持續唱下去的那種力量 就會很默默地會從那邊得到 所以我覺得很好玩 蠻好的 我有在他直播下面一直留言 對 但他又不理我 那粉絲有發現嗎 有 有 粉絲是叫我唱 你直接去連麥好了 有些平台是可以連麥一起唱 我是故意點那種他很高音的歌 就是也是挖坑給他 對對對 然後 沒有沒有 他BM版很強大 我都回他說 你來 下次我 我去找你 然後我就你唱 也對齁 對 然後十年其實是一個階段 你接下來要面對 接下來人生的新的階段 你回首過去有沒有什麼遺憾 遺憾 對 就是如果你是個前輩 他要繼續走你一些路 他怎麼樣可以 我覺得他目前還是有機會的 就是金曲獎 我覺得 因為他都是自己創作 自己唱 所以我覺得很有 可以有把握住還有機會 你也很有機會 我沒有說什麼 我都是就是 每一次都是一半 像專輯裡的一半的歌 對 都是自己創作還有別人寫的歌 那現在 這張單曲也是兩首歌都是別人寫的歌 說不想得獎 我覺得一定都是騙人的 每個人我們出來工作都想得獎 但他對你心中的那個想望 你想得獎的那種心有多強 我覺得得獎當然是一個肯定 對 也會希望可以獲得這樣的肯定 但是我 我在創作的過程中 是不會去思考這件事情 對 那當然我也有在中間有拉扯過 比如說可能所謂比較商業 或者是比較寫來自爽的這個中間曲的平衡 就是還在努力的尋找這個平衡 那個比例咧 就是我們 就是一個是屬於自爽的 一個是商業 就是 popular 大眾的 你會是有什麼6比4 7比3嗎 你們兩個在創作的時候 有想過這一題 應該說去年之前都比較會容易去思考到這一塊 就會去想說 是不是這樣寫大家會比較喜歡 可是我發現在唱這樣子的歌的時候 我自己反而會比較容易 會多了一個 我覺得比較不好的得失心 就是好像是 我是唱給你們開心的 而不是我自己 由內而外的 展現自己真正的感受的那種狀態 那我自己是比較喜歡唱我 可能真的感受到的事情的歌曲這樣子 那老闆怎麼說 老闆其實對我的方式是很簡單 就是我寫出來的歌他不喜歡他就不用 他會如此的理性不顧所有的 就是對每個人都會一樣 心質感 對對對 因為我也不給他改 對 有關係這麼強啊 關係不是很好 沒有啦就是他能理解我的堅持 但是對我來說 因為寫歌對我是一個 有點像拍照的感覺 就是紀錄 那如果你在這個時候改了我的這個 這個 這個內容的話 可能我的記憶就會被創改 對 那他不光只是一個作品 他對我來說也是 我的回憶這樣 對 B呢 我都是自己爽為主 真的 真的 其實有些時候喔 這樣還滿開心的 如果自爽然後又獲得很好的成績做自己 對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狀態 但這是一個過程嗎 就是 你覺得這十年來 你是慢慢慢慢達成這個狀態嗎 我是一開始就 第一章就有 對想要寫自己爽的歌 不然你真的在舞台上表演的時候 你自己不喜歡的話就 很難去說服別人 或者是我要把這首歌唱好給你們聽 這樣子的心態在 所以不管是別人寫的歌 或者是我自己寫的歌 就是我要唱得爽 我才想要錄 或者是認真表現這樣 那再來就是 你們感情這麼好 你們有討論過就是 知道彼此的地雷區嗎 我覺得他的很明顯的就是家人 保護家人 為了家人 那你覺得Dino呢 可能是老闆 對於老闆 就是剛剛講的不能改 這件事情 他應該是會很堅持的 不能改他的東西 對 這樣會不會影響某種親子關係 反正本來就沒有 沒有啦 沒有啦 其實我跟爸爸 開始比較熟都是因為工作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 我們本來就需要磨合 對 反而也因為工作還更可以 認識彼此 其實是因為工作變得關係更好的 這也蠻難的 對 那也是在這個過程中才發現 原來你在我小時候都是在做這些事情 然後 因為小時候我跟他其實真的很少見老名 就他要忙他的工作啊 你得念書啊 對就是見不太到 然後 所以我覺得藉由這個東西 我們互相把自己最直接的感受說出來 反而是好的 好 所以我現在要給兩位一提囉 就是我來給你一個狀況劇 就是說 兩位個性都很好 然後也好像看似沒什麼地雷 但今天呢 我就要來你們看一下 演一下突然爆氣的這個情境 大家剛出道的時候 還有一起去試鏡 對 然後就要吵架 我們兩個就一直在笑 笑場 我不行啦 這個時候我們兩個都還沒有演過戲的經驗 對對對 所以就是 很容易就會一直想要笑這樣 好 可以嗎 等一下 你大排 再給我們兩個小時 誒 剛剛不是跟你說燒酒嗎 為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 你傳來的東西明明就是啤酒 你說的是啤酒 雖然這裡不是啤酒 但是這個就不 我覺得 你就喝吧 我已經付錢了 你已經付錢了 對啊 好吧 好吧 好啊 啊你兇什麼 所以其實你們兩個真的是脾氣很好的 要爆氣真的也是吵不起來 多說已經付錢了 他很溫和啊 所以真的吵不起來 不是 他太溫和了 我好像兇不起來 喝喝喝喝喝喝喝 我們4PLAY的老闆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本日特調 讓我們有請 Alan 哇你這個酒間看起來厲害了 對這個是用那個韓國的燒酒去做 你這個完全配合B嗎 對啊 因為就是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 等一下 這個名字叫做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 對 這麼有CP感 是 你不要用那麼深情的眼神看過 好 他其實就是我的設計是兩杯Shot 一個是冬瓜茶代表台灣人 冬瓜茶 對一個是我們用那個人聲去infuse燒酒 對是代表就是B的一個背景 OK 對然後 然後 所以你是冬瓜茶的意思 我是冬瓜茶 對對對你抽了冬瓜茶 就是台灣人乾杯以後 這個是我們台灣人喝酒的習慣 就是酒上都要乾 然後 那個人聲酒就會掉到台皮裡面 就是生水炸彈的概念 對對對 就會跳到台皮裡面 然後就可以喝 Alan我需要你從我這杯示範 到時候讓兩位帥哥自己動 來 你不喝是不是 沒有他只是幫我處理完 然後我喝 對 來我這個很簡單 就是你想像把它拔掉叉燒一樣 把這個拔下去乾杯 然後這個就可以喝了 你也知道我距離當兵已經二十幾年了 所以來我為各位示範一下 拔掉叉燒 對然後他在喝的時候 這個可以乾掉 這個乾掉 直接這樣乾嗎 直接乾 然後這樣乾這個 我要學他一下 整節目都是喝真的 然後再 他就慢慢喝就好了 這個不用不用 如果你要乾杯也可以 我要等他們一下 所以請兩位實地操作 好 來吧 乾杯 兄弟 你泥中有我 我泥中有你 來 那我們就謝謝Alan 謝謝 謝謝 有人聲味 真的有人聲味 你會覺得有點那種思想之情嗎 思想之情 還好 就是想家了嗎 想家 還好台灣現在很好買人聲色 既然大家都喝到這個份上了 然後心情也應該很愉悅 所以我就要讓兩位直接清唱 讓大家知道這一首歌 就是你們的這個新作品 好聽在哪裡 我其實喝酒不太會唱歌 我就是喜歡這樣 好 好 好 確認一下 天地的時光 學校的願望 裝扮在身上 當作你在身旁 偷轉的目光 掛滿了嚮往 歷經過風霜 終於就殺出光芒 尤其可以在搖滾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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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排聽到 真的覺得非常有穿透力的感人 謝謝 對 那再來就是Dino 尤其是在喝完之後 我其實像我到KTV啊 我都是先唱 然後唱到不想唱歌才開始喝酒 沒關係我們今天來到4Play有另外一個提議 我們先聊聊完很開心喝完然後再唱 然後再唱 然後唱 I'm coming home OK 我還在尋找 我的小美好讓我 不畏懼被嘲笑 還在尋找 終點看不到 但我的方向我知道 太棒了 好險好險好險 在酒精之後還可以真假音轉換得如此的順暢 而且還比相共鳴到一種具有情感上面的靈魂的共振 兩位今天真的太棒了 好險 兩位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當中現場 然後分享了這麼多 而且聽到非常棒的歌聲 謝謝 同時我們也要謝謝中風街第一帥Alan 謝謝 來我們今天的這個talkie杯就到這邊了 開心 謝謝 接下來這杯酒呢 我要先做的是 你一種有我 我你一種有你 主要是幫畢數鏡跟李玉璽設計的 一個是台灣人 所以我用的是台皮跟冬瓜茶去infuse的福特加 那一個是韓國背景 所以我用的是人參跟燒酒去做的一個搭配 然後我結合了兩個國家年輕人在喝酒的一個文化 用生水炸彈的方法來去呈現這杯調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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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